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Maria她的儿子和她一起创办了这个蒙特索利国际联合协会 其实除了这个协会以外 在全世界非常认可的还有一个是美国版的蒙特索利协会 一个呢是叫AMR 一个是叫AMS 一会儿我会把链接都放在下面 这是对全世界而言最被认可的两个关于蒙特索利的协会 美国版的这个蒙特索利协会呢 就是你可以想象而知就是说是改良版的 就是特别适合美国教育理念和美国社会的这个蒙特索利的概念 那么如果你特别感兴趣 就是说非常original就是原始的全都是蒙特索利 她本人的一些理念 一些教育模型 一些课程设计 那么你就去看这个Maria蒙特索利 她自己创办的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协会里面的一些信息 如果你对美国版的这个蒙特索利更感兴趣 如果你生活在美国 那么就去看这个AMS 一会儿都会贴在下面 那么就是说蒙特索利 她像我刚才提到 全世界有两万多所蒙特索利学校 在全美有五千多所 那么你可想象而知 就是说虽然你有一套整体的系统 但是你apply下去 真正实施下去 就是有一些variation 但是呢 这个蒙特索利国际教育协会 和蒙特索利美国协会 她呢 非常指出了大概有那么五点 是就是说公认的 必须要在每一个蒙特索利学校都要有这个实施的 首先一点就是说 她的这个age gap 你走到蒙特索利教育中心 你可能会看到 小孩子们一般都会group together 一般最common的就是零到三岁 三到六岁 六到十二岁 十二到十五 十五至十八 然后呢 为什么他们这样设计 这个就是和Maria 她当时的一些observation 一些观察非常有关系 她就发现小孩子们 她如果跟一些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在一起 她反而学习能力提高的会更多 在一些采访蒙特索利协会的一些 管理人员的这些影像中呢 你会听到他们就是说 他们的理念就是说 一些大一点的孩子会带着小一点的孩子 一起融入到学习过程中 那么这些大的孩子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mentor 相当于一个导师 你想想让一个六岁的孩子 带领一个四岁的孩子 一起来学一个math 或者一起学一个phonics 对这六岁孩子来讲 多么有成功感 你像我有一个四岁孩子 还有一个非常小的不到一岁的孩子 那你这个四岁的孩子 带着一岁的孩子去学点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眼睛里就发光 就觉得哇我好厉害啊 我能教别人 不光光是我父母来教我 所以他这个理念 我非常非常认同 因为你本身 如果你读过一些关于教育理论的话 像Vygotsky 非常有名的一位俄罗斯教育学家 他就非常宠上孩子们的学习 一定要给他放在一个social context里面 一定放在一个社会环境中 孩子们学习如果说你单纯的在一个教室里面 同样都是同龄年儿童 每天看到同样的人 每天看到同样的老师 他的思维非常固化 但是你如果让孩子们有一个mixed together 和一个正常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 一样的这种环境下 那么他们所感受到的这个学习也好 生活也好 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系统 有一个hierarchy在 所以说蒙德索利这个mixed group的这个理念 我非常赞同 刚才我说了这个大一点的孩子 能够教小一点的孩子 其实小一点的孩子 他也非常喜欢有一个这种peer mentor 你知道吗 就是我做大学工作里面 我曾经采访过很多大一学生 你如果给大一学生assign一个faculty mentor 就是一个教授作为他的人生导师的话 跟踪他四年帮助他学习 帮助他的生活 他很appreciate 但是呢 你如果给他一个高年级的学生 比如说大三的学生 大四的学生做他的mentor 他更喜欢 为什么呢 他觉得他们有共鸣感 你知道吧 好比说你一个小朋友 他老师教给他一个 比如说知识理念 一个家长教给他一个知识理念 跟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哥哥姐姐去教他 他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 你肯定会认同这个观点 我相信 现在呢我们80后非常unfortunately 一般都是独生子女 但是你观察一下看看 美国社会里面基本上都是两三个三四个孩子 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系统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一起学习 一起弥补各自的不足 小一点的孩子憧憬 我赶快长大 像大一点的孩子一样能做这做那 大一点的孩子看着小的孩子又觉得 好好玩啊 我以前就是这样 那么这第一个就是age mix group 大家就混年龄在一个班 第二个呢就是叫做autonomy 就是我的自主性 他蒙特索利教育非常主张孩子们的自主性 这个呢又是因为蒙特索利女士 她当时的大量的这个观察 所得出的结论 就是说在教育理念里面 就是说孩子们的学习 非常需要三点的支持 才能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首先一点就是autonomy 自主性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 觉得他自己是不是有能力做这件事 第三个呢就是叫relatedness 他在这个环境中觉得他属不属于这个环境 蒙特索利就非常强调这个autonomy 你要让他自己去选择他喜欢干的事 就像他刚才我提到的 他通过大量的observation 他发现你给孩子这些不同的toys manipulatives 孩子会选择他喜欢的这种manipulatives 然后呢他会因为他喜欢这个 所以他就会玩很长时间 他不会觉得boring 所以说呢蒙特索利教育里面 非常鼓励孩子 你有你自己的自主性 而不是这个老师 幼儿园老师把你拉过来说 好了现在我们来学这个了 但是你发现没有很多家长跟我说 我儿子并不喜欢画画啊 我女儿并不喜欢搞什么science啊 那你就让他去做他喜欢的事 其实就好了 很多蒙特索利的影像里面采访中 就是大量的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非常鼓励孩子 如果你想做这件事今天 那你就去做 老师会在旁边观察辅助你 老师不会说冲间把你抽出来说 现在我们要进行下一个circle time 下一个activity了 其实我本身我的孩子 他辗转去了目前有两个幼儿园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时候 孩子本来在那玩的挺好的 你知道吗 正对一个玩具啊 一个什么东西感兴趣的时候 老师突然就说 好了现在大家来收拾一下 我们的玩具有没有 我们做一个下一个activity了 或者我们现在要去外面玩了 其实这个挺不好的 这个就打断孩子 他这个思维打断了 他这整个这个cognitive的engagement 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好的 但是我也理解 你想在幼儿园嘛 这是一个系统 你不可能就是说光顾着孩子们的这个喜好 你必须有这个幼儿园的一套系统 一套schedule 但这就是一个traditional幼儿园 和蒙特索利幼儿园的区别 我的孩子 unfortunately 我们目前没有上过蒙特索利学校 因为各种原因 但是我就非常鼓励这一点 蒙特索利他很多采访里面就提到 就是说我们非常鼓励 就是说孩子 你要想玩这个东西玩一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那你去吧 你在玩这么长过程中 你肯定能发现能学习到一些你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你想想这个是多么好啊 你孩子能够concentrate在一件事情上 他肯定能学到一个比你只玩十分钟要多的多的知识 对吧 大白话来讲 第三一点呢 就是说叫independence 蒙特索利教育非常鼓励孩子们的这个independence 就是你自己来做事情 老师在旁边就是辅助你 不是像有的幼儿园或者有的中小学生 老师在前面讲 孩子们就在那儿听 就是所谓的填鸭式教育 蒙特索利教育就说你孩子 你们在一起 你们去学 如果你现在就是说一个三岁的孩子说 我就特别想去学一学乘处法 那好啊 一个六岁的孩子可以来教你也许 但是呢 老师只会在旁边辅助 他不会过来手把手的教你 这个我也觉得非常好 当然了 这根据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需求 所以说他们对老师的培训 也是有一套系统的培训 非常关注和着重 告诉老师 你要有大量的observation 要观察每一个孩子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学习方法 学习能力 学习的偏好都不一样 所以老师起到的是一个观察 一个辅助的角色 而不是过去去做一个lecture的角色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说他们非常强调这个attention span 你要concentrate 特别鼓励孩子 你如果能一玩玩个三个小时 是最好的了 不是说老师偷懒啊 因为你想想看 幼儿园里面的孩子 基本上玩一个东西 就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完了 就move on了 他的attention span太短了 如果说能够从小教孩子 你玩个东西 玩个半小时一小时 然后逐渐比如说大一点的孩子 能够两个小时坐在那儿 做一个比如说什么mass problem 或者自己组装一个什么特别酷的模型 那你想想他长大以后 他这个attention 其实有很多大量的研究数据表明 你的这个attention时间的长短 和你这个大脑发育 是有正相关的 你玩一个东西 你做一件事情 你能够focus 能够concentrate的时间越长 你越能dig in 越能知道 就是说深层次这个学科 这件事情 这个task的里面背后的原因 所以说蒙特索利呢 他为什么设计这些模具 这些manipulatives 因为他都是有这些理论 在背后支撑的 他发现就是说 孩子们玩那些玩具 真的就玩一会就完了 但是玩他的这些manipulatives 一会我会放一个链接 其实网上有卖 他这个些模型啊 孩子们动手能力会增强很多 而且孩子们非常喜欢 长时间的玩这些东西 你比如像乐高 很多孩子能玩很长时间 还有一些那种汉诺塔 孩子也能玩很长时间 就是多多给孩子提供 这样的manipulatives 而不是一些那种 非常entertaining的那些toys 这个也是他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鼓励孩子 有非常高的attention 玩一个东西 就尽量玩个一个小时 第五点呢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这个manipulatives 就是你到蒙特索利的教室里面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这个模具的教育模具 最有名的就是叫sandpaper 就是杀纸用杀纸来学习letter 学习字母 你如果上网上搜一下 sand letter montessori 蒙特索利教育里面 教这个phonics和教孩子写字 和正常traditional school 是非常不一样的 他非常强调 就是你写字的时候 要有这个 为什么要用杀纸 因为你有一个触感 他又强调你用这两个手指 食指和中指 来画这个模 在这个杀纸上 根据这个letter去trace它 你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手上的触感 而且杀纸和你的手还会发出声音 所以说你这个 之前我强调了 就是说它通过感官而学习 那你这个用杀纸写字 这个task有两个感官 一个是触觉 一个是听觉 这样呢就刺激孩子的大脑 让他更能记住这个字 是怎么写的 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 除了sand letter以外 它还有一个叫biz 他用这种小的算珠来学习数学 很多东西你现在听上来就觉得 哎 这个很正常啊 我经常看到 但是蒙特索利 它就有一套系统化的模具 我觉得这些模具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 你去看一看 有一些这些模具 的确比普通的玩具要贵一些 但是我通过 看了一些research的话呢 它的这个material 就是首先它全都是用木头做的 没有一个是plastic的 这也是他们其中一个强调 就是说我们强调用天然的材质 因为木头它有一种触感 你这种塑料的玩具是没有的 然后呢除了触感以外 你这个声音 摩擦木头的声音 和普通塑料也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呢 我也挺崇尚这个理念的吧 就不光是环保 其实就是把学习 把生活还原到我们以前 这种大自然环境中 而不是有过多的这种人为性的改变 就想引用一个我们教育学的一个鼻祖 Pierre Jay Pierre Jay它的一句话 就是说小孩子从生下来 他就是一个little scientist 就是一个哪怕一个刚生下来的小baby 他就是一个小科学家 他有自主学习 自主探索世界的能力和欲望的 但是unfortunately不幸的是 他长大以后 由于社会的一些影响 由于教育系统的影响 和家长们的一些固化理念 变成了学习成为了一个task 变成了一个任务 而不是一个兴趣和一个非常高兴的事 这个其实没办法 这个就是一个traditional教育理念的原因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说 如果咱们有一套自己的教育理念 那么最好给孩子找一所学校 跟你自己家长的这套理念是相吻合的 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面 这个几个小时和回家以后 他接受到的信息和介绍的这个引导概念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样其实对孩子的成长 是非常非常好的 像很多我相信收看这个频道的家长 都是有非常先进思想的 那么我就是真的是希望 我们的教育系统能够匹配上 我们现在这种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 给孩子们多多创造他们自主学习的这个环境 而不是说学习是一个task 学习是一个不得已完成的这么一个任务 这样的话其实真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违背了这个孩子们的天性 因为他们生下来真的就是有这个激情和热情和能力 去自己去学习 去自己去探索的 好了 那么非常感谢你今天观看这个频道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交流 非常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关于教育方面的理念 和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 也请给我留言 我下一期呢会做一些相关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